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昨天川普在和民主党的司法战中又赢了民主党一局 本来要在9月18号宣判的封口废案 就是34项罪名的这个判决 被纽约的这位左派法官给推迟到了11月份 总统大选之后 那为什么这个法官会在当前这么重要的时刻 做出这样有利于川普的决定呢 他说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干预选举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一会儿我们可以把昨天的几则新闻连起来看 我们就会得出答案 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话题是 小肯尼迪在密西根州和北卡罗莱纳这两个摇摆州 要求将他的名字从选票上剔除 之前这两个要求不是被这两个州给拒绝了吗 即便你退选了 你的名字也还必须得出现在选票上 后来小肯尼迪就对这两个州的选举部门提起了诉讼 昨天判决出来了 法院裁定小肯尼迪可以将自己的名字 从这两个州的选票中剔除 这个消息对于川普来说 应该又是一个好消息 一会儿我们再来分析 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 请新来的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老朋友们多点赞多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这两天感冒 嗓子现在是哑的 大家就错过听吧 我们全家都中了COVID了 因为前两天我老婆失去了味觉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好像应该不是流感 应该是中COVID了 但是基本上好了 就是现在嗓子有点哑 下周二 川普和哈里斯的总统辩论就要开打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天哈里斯突然消失了 好几天没露面了 去哪了呢 据美联社报道 说哈里斯住进了匹兹堡市中心的一家 历史悠久的酒店 正在根据辩论规则练习辩论 已经闭关好几天了 这会儿应该正在酒店里被提呢 说他正在让他的顾问 在扮演川普 在匹兹堡的酒店里模拟辩论 这就是哈里斯为这场辩论备战的方式 而川普则采取了跟哈里斯截然不同的备战方式 一个是闭门推演 模拟战斗 而川普则是继续在战场上实战拼杀 马不停蹄地继续在各州持续展开集会演讲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 谁对治理这个国家更有信心 谁对美国未来四年的总统任期更有把握 好 那么离这场辩论 现在还有三天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周二9月10号的川哈辩论 昨天纽约的左派法官莫青 突然推迟了对川普封口非案的判决 原本这起案件的判决时间是定在9月18号 但是昨天他突然宣布将宣判时间改到了大选之后 推迟到了11月26号 之前对川普那可是铁面无私 绝不留情 这位法官怎么会突然做出这么一个有利于川普的决定呢 这对于川普的选情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 如果到了大选之后再做宣判 那么这个宣判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法官自己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之所以推迟宣判 是为了避免出现任何迹象 无论这种迹象多么没有道理 表明该诉讼程序已经受到被告 作为候选人参加的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影响 或者试图影响该选举 这是法律语言 句子又长又深色 非常难懂 我们翻译一下 意思大概就是 为了避免对总统候选人 他的选举产生影响 所以我推迟了宣判 随后他还补充说 法院是一个公平公正的 不涉及政治的机构 说他的判决应该可以消除任何相反的暗示 事实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吗 真的是为了川普的选举着想吗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首先川普的律师已经多次向这位法官提出过请愿 并且还提请联邦法院介入 要求推迟对川普的宣判 川普的律师认为 在前总统选举之际 对他进行惩罚宣判 这也就相当于干预选举 那么这位法官 他作为一个司法从业者 他很清楚 干预选举的这个罪名 这是可大可小的 万一川普选上了 这个后果可不得了 这是其一出于自身干预选举的担忧 谨慎决断 这种处理 其二 这个可能是迫使这位法官 做出延迟宣判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就是他女儿的问题 因为最近有两起官司 都在指控这位纽约的法官 就是因为他的女儿 最近在为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工作 而存在利益冲突 此前在这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川普方面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要求这位法官因利益冲突 应该要回避 但是人家说了 说不存在利益冲突 他会公平公正的做出判决 那么现在被起诉了 本周五 也就是昨天 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 叫斯特凡尼克 对这位法官莫钦提起道德投诉 指控这位迈哈顿最高法院代理法官 因其女儿叫洛伦莫钦 最近为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工作 而存在利益冲突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位法官的女儿洛伦莫钦 她担论总裁的公司 是一家专门为竞选提供政治咨询和营销服务的公司 而现在他们正在为哈里斯提供政治服务 而就在前不久 7月30号 这家公司刚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发生过一笔咨询业务 因此斯特凡尼克引用法官行为准则指出 如果法官的亲属对案件结果存有经济利益 那么法官在办案中必须回避 而洛伦莫钦女士和莫钦法官则是一级亲属 同时洛伦莫钦的公司与哈里斯副总统的竞选团队 建立了新的财务关系 因此要求对此案进行宣判的法官必须回避 好 这个是第一起诉讼 那么第二起诉讼更加厉害 保守派法律团体叫美国第一法律组织 上周向纽约的这位法官莫钦发了一封信函 要求他披露财务状况 但是他没有披露 因此该组织向莫钦提起诉讼 指控他在涉及他女儿为一家民主党公司工作的质疑中 拒绝交出财务披露信息 据这个右派法律组织的副主席叫埃普斯坦 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法律明确规定 司法财务披露必须向公众公布 公众需要知道 莫钦法官是否隐瞒了什么 对此 纽约最高法院表示 此类披露对于法庭上的当事人 获得公平待遇是必要的 得到了纽约最高法院的支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 正在从保守派向这位法官投掷而来 脑袋还受得了吗 戴安全帽也没用了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 这位法官会突然做出推迟判决的决定 你觉得他是为了保护总统竞选的公正性吗 还是迫于保守派的起诉压力 而做出的自保决定 这个问题不难思考 希望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 用脚趾头想一想 应该就明白 而事实证明 莫钦做出推迟判决的决定 跟共和党人的起诉是有关系的 据纽约邮报报道指出 说在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 斯特凡尼克提交投诉的几个小时后 莫钦就将川普刑事案的宣判时间 推迟到了11月26号 你看 你这也太明显了 是吧 你稍微扛一扛 是吧 到明天再推迟 这也是一个缓解 是吧 那么快 人家这边提起了诉讼 你这边马上就推迟了 这个呢 转向转的也太明显了 好 大家现在看到 民主党对川普提起的四大诉讼案 现在已经全面熄火 罪犯的标签 逐渐的被川普给撕掉了 这说明什么呢 司法在这场战斗中 它到底是正义的象征 还是战斗的工具 这个我想明眼人 应该一眼就能看出 如果今天的司法 他可以如此对待一位前总统 那么 如果他想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普通人 来对待一般的大众 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 如果这样的事情落在了你和我的头上 落在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头上 我们有川普这么多的钱来应对官司吗 我们有川普这么强大的后盾吗 所以让美国的司法回归正常 让美国这个国家回归正常 这不仅是每一位美国人的义务 同时也是全世界民主国家人民的义务 如果美国的司法一旦腐烂了 全球的民主体制必将遭到沉重打击 所以今年的美国大选 它不仅是美国人的大选 而是全世界民主阵营的大选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要看他说什么 关键要看他怎么做 并不是在头衔上加了个民主两个字 他就一定是民主的代表 唐衣炮弹何其亮丽 要这么说 朝鲜民主斯密大共和国 那还穿着民主的外衣呢 所以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 不仅要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上个月小肯尼迪退出竞选后 一直都在努力地试图将自己的名字 从摇摆州的选票上拿下来 但是他的这个要求 在两个关键摇摆州 密西根州跟北卡罗兰纳州 遇到了阻力 这两个州的民主党人竭力阻止 这位独立候选人 将自己的名字从选票上剔除 因为这样对川普是有利的 随后小肯尼迪就对这两个州的选举部门 提起诉讼 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选票上剔除 昨天承办这两起诉讼的法院 都做出了裁决 密西根州上诉法院 经三名法官组成的何一廷商议后下令 尊重小肯尼迪的请求 他的名字将从该州选票上删除 据法院裁定 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没有任何法定权利 禁止小肯尼迪退出选举 这赋予了原告明确的合法权利 要求将他的名字从选票中剔除 被告本森 这个被告是密西根州的国务卿 被告本森无权无视该请求 大家看到了 法官站在了小肯尼迪这一边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阻止 你说拜登退选的时候 那么重大的变化 没见这些人阻拦 到了小肯尼迪这就不行了 你说我们见过双标的 但是没见过这么双标的 是不是 简直就是双标道 脸都不要了 与此同时 在北卡罗兰纳州 上诉法院也站在了小肯尼迪这边 即便该州的第一批选票 都已经印好了 本来昨天就要寄出第一批游击选票的 而随着法院的判决声效 这13万份已经印好的选票 现在全部都得重印 但即便这样 法院还是站在了法理和正义这边 针对这个毫无道理的阻拦 法官最终还是要求 该州的选举部门 将小肯尼迪的名字 从选票上剔除 那么现在从这两起官司来看 虽然这是小肯尼迪的司法胜诉 但是我们从选举的大局来看 这依然是川普的胜利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选举日越来越近 种种迹象表明 今年的选举形势 正在对川普变得越来越有利 尽管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 对于川普的利好消息 基本上都是遮遮掩掩 难以启齿 但即便这样 也无法掩盖川普的优势 所以还是那句话 听其言观其行 不要看他说什么 关键要看他怎么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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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